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YouTube频道,我是姜炳姿 今天是11月20日 距离我去年发布分手试炼的影片,差不多满一年的时间 那我现在的状态已经算恢复的还不错 而且虽然我已经很努力保持低调 但还是被眼尖的小姜炳发现 就是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另一半 那我们在一起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 相处起来觉得各方面都蛮契合的 这就打破了我当初一直觉得 我再也遇不到我喜欢和喜欢我的人这个迷思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要来和小姜炳分享 过去这一年我做了哪些事情 帮助我找到现在的另一半 那希望这支影片也可以陪伴那些正在寻找另一半的人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个是认识自己 这个部分是我在分手之后花最多时间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分手之后常常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想法 像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或者是很担心再也遇不到自己喜欢 或者是喜欢自己的人 当时为了要消除这些自我怀疑和担心 我就去看了很多心理相关的书 才慢慢学会认识我自己这个人 包括我的情绪 对事情的反应 和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 举例来说 我发现原本的自己 每次只要在工作或生活上 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我都是直接透过像另一半抱怨来抒发我的情绪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消化自己的情绪 我只知道讲出来会让我舒服很多 但这就造成对方很大的情绪劳动 因为他承受了很多负面的能量 渐渐消磨了他对我的爱 直到后来看了萨提尔的自我觉察练习这本书 了解冰山理论 还有访谈周慕兹老师 从他身上学会很多情绪处理的议题 才知道很多时候 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所以才会用情绪来自我防卫 保护我们的自尊心 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后 我开始学习认识自己 除了看书之外我也尝试了很多方法 像是透过星座 MBTI 或者是人类图这些工具 我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相信这些工具 但是在尝试之后发现 诶 他们真的透过解读我的星盘 或者是人类图 就可以解释我的某些行为 就觉得超神奇的 那之后也会做影片和小姜柄分享 那如果影片已经出来了 欢迎点击上方的链接去观看 这就帮助我慢慢了解 我这个人的使用说明书 另外我觉得认识自己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 跟原生家庭的关系 像我发现我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 因为她非常爱我和照顾我 所以我常常会想要让她开心 或者是会很努力地去达到一些外在的成就 让她觉得生我这个女儿 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可能事情不符合她的期待 她就会表现出来 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有点紧张 我就会为了要符合她的期待去改变 但这就让我变得很不快乐 所以有时候就会在这两个点之间纠结 让我感到很挫折 直到后来看了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里面提到的课题分离 我才渐渐学会把我妈的课题和我的课题分开 也就是说我必须学习接受 有时候是她需要学会改变 而不是我强迫自己适应她的期待 那如果她不想要改变 我也要学习接受这件事情 当我慢慢练习这个观点 对于一些事情就不再那么纠结 之前也看了赖佩霞老师的《我想跟你好好说话》这本书 就有学习用里面提到的非暴力沟通的方法 去跟我妈互动 就有比较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必须承认认识自己这个过程 其实蛮不容易的 因为需要面对一些不想承认的事实 但是当我穿越了这段经历 真的有感觉到自己好像变得比较成熟一点 那我都有把这些过程做成影片 小香柄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频道去观看这些影片 第二个是拜月老 呃对你没有听错 我真的去拜了月老 然后我拜的是台北峡海城隍庙的月老 其实我原本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只是因为当时真的很难过 而且已经把能做的事情 像是看书 去心理智商 还有上课都做了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YouTube搜寻一些失恋的影片 想要让自己心情好一点的时候 就意外看到流氓的拜月老影片 我就想说好吧就试试看 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 搞不好还真的有效 所以我就按照他在影片中提到的方式 把我心目中理想的另一半的条件都列出来 然后就去拜月老了 我还记得我是在2023年11月5号的时候去拜的 然后很神奇的是 过了大概三个月 也就是一月多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另一半 然后他真的完全符合我列出来的那十个条件 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 不过我后来仔细回想 可能是因为我在列这些条件的过程中 我才慢慢釐清我重视哪些价值 然后这些价值就默默的影响我在认识新的人的时候的判断 而且流氓在影片中也有提到 我们在列这些条件的时候 自己也应该要能做到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身上上发出的气质 就很自然的会吸引到相同价值观的人来到身边 所以我觉得拜月老其实是一个 釐清自己重视什么价值的过程 那我自己是有应验 所以就在这边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第三个是多参加自己有兴趣的课程或活动 我在分手后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再也遇不到我喜欢或喜欢我的人 因为医生的生活圈很小 所以基本上圈内的人都认识了 然后会在一起的就会在一起 不会在一起的就不会在一起 所以我就很怕没有办法再遇到新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在听大人学的podcast 听到Brian分享大人学的课 我就想说对耶 我好像可以去上上看他们的实体课 因为他们教的很多内容都是我有兴趣的 可以趁一个人时间比较多的时候 去上课把时间填满 而且这样也有机会认识医疗领域以外的人 所以我后来就去报名了 恋爱大人学和职场大人学这两堂课 那我是在上职场大人学的时候 认识我现在的另一半 他的年纪跟我一样大 我还记得我们被分到同一组 然后他就坐在我的隔壁 一开始我们就很自然的讨论上课的内容 然后下课时间就稍微聊一下天 分享彼此为什么想来上这堂课 他就说因为他刚换新工作 所以想来上课 学习一些职场的应对进退 让他在职场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发挥 在聊天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他也是一个 会想要进步 然后愿意持续学习的人 所以我们就互相加LINE 然后开始每天聊天 聊着聊着就觉得 各方面的价值观都蛮合的 结果就在一起了 所以很推荐单身的小姜饼 可以多多去上大人学的课 开玩笑的 不过我真的觉得会去上大人学的课的人都很棒 因为大家都是想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总之如果不知道怎么拓展交友圈 我觉得可以先从去上自己有兴趣的课开始 不只可以学到自己原本就想学的东西 也可以认识到更多跟你有相同兴趣或价值观的人 第四个是交流价值观 在跟现任交往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的相处已经不再像以前学生时期 那样单纯的恋爱 就是可能每天腻在一起 然后无时无刻传讯息问对方在干嘛 或者是花很多时间去排队吃美食 反而更多的是比较深入的价值观交流 像我们会分享彼此的金钱观 人生观 工作观 还有家庭观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很不浪漫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觉得 但是后来想想 如果真的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 讨论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举例来说 金钱观的部分 像我是一个很注重时间大于金钱的人 所以有时候会为了更快抵达目的地 而选择搭Uber 但是如果我的另一半是一个 注重金钱大于时间的人 他可能就会为了省钱选择坐公车 我们就会在这样的事情上产生冲突 人生观的部分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趟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旅程 所以我还蛮喜欢接受新挑战和学习新技能的 但如果我的另一半是比较安逸于现状 觉得每天上班工作有稳定的收入 然后平凡的过日子就好 我没有说这样不好 但是我发现成长步调有落差的时候 会给另一半带来很大的压力 不过幸好我的现任他也是个爱学习的人 而且更棒的是我们探索的领域很不同 像他很喜欢也很擅长和人互动 所以之前去上了小敏讯 这是一个学习与生命对话的课程 主要是练习、倾听、陪伴和回应别人 他再回来之后就把他学到的技巧应用到我身上 让我感受到和别人分享内心深处的秘密的时候 是可以很安心的被接住和不受到批判的 而我则是上了陈宗贤老师的企业经营管理课程 和他分享经营企业的技巧 让他可以回去公司验证 这样共同成长的感觉就非常棒 家庭观的部分 因为我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就是周末只要没有值班 我都一定会回家陪我爸妈 所以我也会观察他和他家人相处的样子 是不是也能够孝顺父母 但同时还是保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不会受到父母过度的控制 那我们也都有讨论自己对未来家庭的看法 包括要生几个小孩 小孩要谁带 然后要住在哪里等等 基本上我跟他的价值观蛮相似的 所以目前相处起来非常自在 不过我们也是有价值观没那么相符的部分 像他不太喜欢做未来的人生计划 因为他觉得专注在当下比较重要 就是把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 那未来就是顺其自然 而我则是喜欢以中为始 就是我会先规划好未来人生的蓝图 然后按照计划执行 对于这样的差异我就是尊重他的想法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人生的步调 而且我知道他是一个愿意持续学习的人 就不会强迫他一定要跟我一样 所以当我们分享越多彼此的价值观 我们就越了解对方重视的是什么 在我们在做出一些行为之前 就会多考虑对方的感受 和尊重彼此的想法 大大减少冲突的发生 第五个是核对彼此的想法 我在上一段感情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我很少跟另一半进行真正的沟通 就是当我做了让对方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 我常常是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怎么想的 但是很少去跟对方和对他真正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要拉下脸去问对方 会让自己在关系中感觉位阶比较低 或者是我很需要对方的感觉 就让我觉得有点自尊性受损 所以比较多是选择忍耐 或者是用视而不见的方式去度过 但这就让我们变得很少沟通 也更难以去理解对方 慢慢消磨了这段感情 直到遇到我的现任才慢慢改变这个模式 因为过去几个月他有好几次都会 主动询问我的想法和感受 确认我想的跟他想的是一样的 在核对的过程中才发现 其实我们在意的点常常都是不一样的 像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他因为闹钟设错时间 导致我们来不及赶上订好的餐厅 所以就没有吃到 他就很自责 然后觉得很对不起我 所以他其实后来那一天心情都没有很好 只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有一天他跟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才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他搞砸了 因为餐厅是他订的 他已经付出心力规划那次的约会 只是因为塞车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 导致我们最后没有吃到 而且其实我并没有特别在意 有没有吃到好吃的餐厅 因为我在意的是 和谁一起做那件事 所以即使后来我们改成去 三重老街吃臭豆腐和香肠 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是跟喜欢的人一起去 当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之后 他的表情马上如释重负 我才瞬间体悟到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小剧场里想很多 但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开口 和对方核对想法 真的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焦虑和担忧 不过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慢慢练习的 因为自尊性有时候还是会跑出来作祟 像我自己就还在努力中 但这就是学习经营伴侣关系 很重要的一步 那以上就是我在分手后做的一些努力 帮助我找到现在的另一半 希望能对小姜饼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你对我当初怎么走过失恋的经历有兴趣 欢迎点击这支影片去观看 那如果你想要学习如何处理自身情绪 欢迎点击我和周木兹老师的访谈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